逢年过节很多台湾民众喜欢的伴手李之一手工蛋卷现在涨价了 那么主要的原因是奶油大幅寒涨 一公斤进口奶油逼近五千元加上糖跟蛋全部上涨了一成 这三样蛋卷都会用到 业者现在苦不堪言 有人年前涨有人最慢年后也要涨了 整齐压三秒手工蛋卷就出路了 老板的手没停过又是裹奶油又是包厢组装 年节最佳伴手李手工蛋卷 老板过年前订单已经接到手软 但是老板却笑不太出来 因为奶油这个月又开始涨价 糖鸡蛋也齐深寒 就是快要赔上成本了 我们进的糖进的面粉鸡蛋奶油没有一样没有涨 蛋卷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一桶奶油两千块 现在一桶就已经涨到五千块了 真的不夸张能省就省 但是蛋卷80%都是奶油 业者用的都是纽西兰和澳洲进口奶油 光是一公斤就已经从三千元涨到接近五千元 过年后还可能会冲破这个价钱 现在糖也涨甚至连包装礼盒的纸袋也涨了一元 让老板说只能加班多做一点一量之价 我们已经三年没有涨价嘛 其实我们也是酝酿在涨价 只是说反应在说是只要我们涨了价以后 有些客人他就觉得太贵 一般上班的比如说在外面的上班族的话 他会觉得说150块一盒然后会觉得有点贵 不止蛋卷叶高饼叶也挫勒蛋 就是因为过年之后所有相关高饼叶像是蛋糕酥饼 恐怕都会因为原物料上涨 酝酿涨价5%到10 过年拜访几乎人手一盒的蛋卷 现在掌声不断 民众出门满半手里 今年银子真的得多花一些了 中文轩留下午的客与台北采访报道